整体的色调更中性一点 显色更自然一些 在高光以及暗部的呈现上也会比较温和 但整体在观看的体验上也会是比较舒服的 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麦氏的频道 我是Rock 今天要跟大家开箱分享的是 2022年 首先看到的是集体设计 今年的机身呢 采用跟去年一样的极细边框设计 萤幕占比来到机身的98% 厚度更来到了极薄的2.7公分 再来几大看点 让我跟各位一一的作介绍 首先 NEO QLED 搭载AI量子程式演算科技 可以精准控制三星独家全新的量子迷你LED 无论场景明暗都可以体验更精彩的细节 这项技术让你在观看电视的时候 可以有更好的对比 以及更广的色域显示 这款电视同时也搭载NEO 4K量子AI处理器 可以针对每个像素进行智慧升频 进而优化每个场景 确保还原4K高解析度的视觉享受 这段听起来有点绕舌对吧 有点刀口令 有点闻烟闻 我们直接看画面 在画面上你看到树木以及后面的高光 在AI量子正在运算的时候 它可以强化后面以及前面的对比 去调声又或实施调量 它的显色以及各种色域 这就是AI的量子显示技术 正在运作的时候 它可以产生的一个效果 那再来音效的部分呢 今年的电视采用了2.2.2的系统 全新天空声道喇叭单体 以真正的喇叭单体将杜比全景声的表现 提升是新的境界 享受立体性与包袱感的新体验 如果能够搭配三星自家的声霸 性价比绝对是业界的最高 HDMI的接口 今年全部都升级成2.1的 也就是4个2.1 在HDMI3的位置是1ARC的接口 那全部的输入源都支援了4K120Hz 如果是游戏的玩家们 这台电视更是支援了超宽的电竞萤幕比例 以及超能动态加速器 实现低延时超快速反应的游戏体验 今年的三星 采用的是全新的Smart Hub 界面 让你可以自行编辑排版所有你所喜欢的节目 我个人觉得这个设计 对三星今年的更新来讲 其实是一个大大的加分 不习惯一开始开电视 就有首页的朋友们 可以在设定的地方自己去编辑你的开机画面 让家中的长辈在使用电视的时候 不会因为是使用新时代的产品 而产生抗拒的感觉 前几代的电视在开机如果说是长辈 要使用电视的时候 他可能只是简单要看个第四台 他却要拿着各家的遥控器 一直去按返回键回到他的第四台的画面 但三星在这个地方他很贴心 他可以把这个首页的部分呢 自己主编辑 让长辈们在机器与机器衔接之间的使用上 不会有任何的障碍 那总结一下 三星大厂及各种黑科技于一身的这台电视呢 今天绝对不是因为我这部影片 能够三言两语好好的跟各位说清楚的 如果说有西部的规格想要了解的朋友们 欢迎上三星的官网又或者是来电洽询 关于所有的细节的部分 那这边我个人的感受 跟去年的电视去做比较 色调明显的比较温润的一点 那怎么说呢 就好像拿着三星手机 与其以及iPhone的手机 两只手机同时拍一张照片 你会发现iPhone的照片怎么拍 都是觉得稍微比较自然 但三星你说它拍的不好看吗?其实也不是 这就像是去年的 85A以及85B的这样的一个升级 整体的色调更中性一点 显色更自然一些 在高光以及暗部的呈现上也会比较温和 让整体在观看的体验上呢 也会是比较舒服的 那今年的电视也不像往年 技术亮度调的这么高 整体观影体验其实更加温和的一些 不会因为看久了就会有眼睛痠 或是色的这种感觉 那以上是我们的影片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我是Rock 我们下部影片见 媒体